明天見 野外報出奶仔 限日嚴嚴, 最好當然是玩水 今天會帶大家去駕船 所以今天我請來一個 對於操控船隻非常熟悉的 謝梓涼 Jan和我一起野外爆炸 你好, 賴仔 Jan, 其實學了駕船多久? 也有幾年 早年考香港的船牌, 有二級船牌 今年真正練習駕船 考了外國的牌 好地地為什麼會學駕船呢? 因為我覺得駕車不夠快, 不夠帥 我覺得駕船才帥 我很喜歡那個速度 這樣就對了 對於我們這些時代脈搏這麼快的男人 普通的船已經滿足不了我 我們今天去駕駛最快的賽艇 有信心嗎? 有 那我們來吧, 好嗎? 好 賴仔, 但是我們在這裡玩嗎? 這裡不對嗎? 這裡這麼小, 我玩去那些很大的 放心吧, 今天船船又大又長 一定適合你 馬上野外爆炸 這種近年香港歷推的新興水上活動 叫做Power Bow, 極速賽艇 時速最高可以達到50海里 相等於車速大約90公里 賽艇手必須持有船牌 香港幾年前 也舉辦過Power Bow 亞洲賽艇錦標賽 吸引很多世界級的好手 一起比拼速度 想在海上嘗試這種 玩得飄起的極速快感 當然要請一位猛人 教大家怎樣玩 還有有甚麼注意的事項 有請專業賽艇教練 沙文哥 其實今天Azhar Power Bow 的課程很簡單 這條Shastair T750 就是我們今天用的船 大約14呎 跟一架50匹的馬達 雖然50匹, 但真的可以去到很快 大約8、90公里 因為這個你坐下來 你在水面走的感受是大三倍的 它簡直就是海上版的GDR 對, 還有更大的 一直90匹, 到1000多匹都有 很棒, 我喜歡很快 對, 稍後你感受到速度 你必須穿這些衣服去賽船 跟賽車一樣 防火 防火、防油 很棒, 像駕駛車一樣 沒錯, 有幾點就知道 這是你的坐位 你看到旁邊有個球箱嗎 對 那個只是給你前後 你一定要記得 空球不可以踩油入球 一定要踩油完球才踩油 否則球箱會掃爛 你再說一次, 這個很認真 就是踩油後才踩油 對 空球的時候千萬不要踩油門 沒錯, 要不然就很容易 搞定船 不要, 這是很害怕 踩盤這樣開, 走到腳踩油門 有避免嗎 就這樣放油吧 沒有, 你不能放油 放油也是要向前走的 即是要立即後球再給油 不行, 你去比賽的時候 永遠都不會用後球 你是泊船才用後球 我想問怎樣可以停止呢 最主要就是觀察海面的情況 你遠遠有船來, 你就應該避免了 這些都是人生哲理 看東西看遠一點 準備好就… 沒錯 未雨籌謀不會出事 這是最重要今天我要學的東西 是 旗號, 我們在這裡坐船的話 突然看到黃旗氣 你就要慢速 不可以爬全面的船 這個綠色旗就是開始期 就是在賽船之前 我們要跟著開始球並排 不可以超過它 它放六旗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了 就是開始賽事 接著這個, 你也知道 這個很熟悉 終點 對 其實還有一條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旗 就是說你還有一個圈 因為你在賽船的時候 你不知道自己走多少個圈 明白 所以你一看到藍色旗, 就是最後一個圈 我們應該都大概了解了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說呢 最重要是這幾個 這個叫Hooking, 塞控 有浪的時候, 你會跌高 但萬一失去平衡 船頭坐下水, 會插下 這樣下去就會失控 因為你的摩托來了水 那它飛出來? 就是因為你們初學 你們遇到有浪的時候 要收一點油 你一收油, 基本上它已經不會飛起來 但是船頭坐下, 你會有機會翻艇 所以這下要小心一點 這麼大浪漫 對 出來玩最重要是安全 對, 最重要是安全 大致上應該說這幾件事而已 我們馬上來吧, Jay 好嗎? 好, 我們再上去吧 來吧… Jay和奶仔 這條繩就是Q-Cord 你一上船, 第一時間就要把它 立在救生衣, 扣在這裡 萬一如果你待會有飛到海 它就會立即停機 先打開 好 好 嘔吼 現在好像水晨電單車似的 你現在出去吧 好 享受 好 你出去玩一下 你現在向外面開始慢慢踩油 看看能不能把船上起水 好, 再踩, 踩, 繼續踩 再踩, 別收油 要收到多少? 不用管它 你現在還沒停下來那條船 再收油, 接著再踩 踩得更好 好, 行了, 感覺如何? 好 然後慢慢踩它 不要收太多油 收太多油不去 不要讓船頭不分高 一學高, 你就沒力氣了 那應該要快一點, 讓它不下高 還是慢一點, 讓它不下高 快一點點, 它不下高 慢, 它會下高 這次其實是我第一次玩賽艇 我很喜歡那個速度感 我覺得自己可以控制賽艇 可以駕駛多快、多慢 很自由、很開心 而且很自由的感覺 平時駕船跟這次玩賽艇 有很大分別 因為平時駕船要顧及很多東西 但這次玩賽艇的船比較容易操控 我覺得壓力沒那麼大 而且它的速度比普通游艇 或者快艇很多很多倍 所以我覺得玩賽艇是另一個感覺 和我有的人生、變成加強勁 來自修造的地方 對, 難道是不小 因為你們會不會拍攝 如果大家會走到一段時間 有些人會在乘車 現在都會有這一部分 現在會在乘車子 可以, 好, 要… 我跟你說, 這部車子 我得到現在升級, 我們會提到 我在乘車子, 向我來 好, 肥膩 你好, 太好了 又是報出奶仔 今天帶大家來玩賽艇 這個是我師傅, 西文哥 你好… 今天來到駕駛這些賽艇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你嘗試起船, 入球 不要踩油, 入球, 好 現在可以慢慢踩油 不用急, 慢慢來 好, 我們現在嘗試起水 對, 踩油, 盡量踩, 別停 踩, 繼續踩, 你要踩盡嗎? 對, 要踩盡 幾乎踩盡才能踩上去 多踩一點, 踩下去了, 踩多一點 好, 再來… 我跌了下去? 對 好 船頭一摟高 你又要重新來, 五、六千轉才能踩上 來, 來 好, 踩 踩 這種極速賽艇的速度 似乎超出奶仔所想 究竟他可否比艦艇更兇呢? 奶仔, 你說給大家聽, 你想怎樣 賽艇這個運動的速度感 跟平時駕駛是兩個世界, 兩個感覺 其實第一次讓我駕駛的時候 我慢的時候是不會害怕的 教練Simon哥經常逼我, 像頭文字一樣 去到五千轉… 一開始我還是不敢去到五千轉 因為我覺得, 三千轉, 現在這麼震 但如果去到五千轉, 我覺得會反應 他跟我說了很多次, 我都不敢去做 但終於有一次我決定拋開所有一切 我真的地板有去到五千轉 然後發現原來船真的平穩了很多 所以這裡好像有一個人生道理 就是下次見到困難 我會選擇全力去盡, 衝破它 怕是會怕的, 但我也會撥盡 為何會這麼大狼呢? 很害怕 好, 踩油… 對了, 過了才踩油, 要不然就掉下去了 好, 明白嗎? 明白, 前面有一個狼, 也是這樣做的 是鬆一點, 當然過了就踩油 對 好, 踩油, 一件要跳就踩油 對了, 那就沒事了 好 船沒事才能做到世界冠軍 我要開渡海小輪 開賽艇吧 我要開渡海小輪 賽艇好玩, 夠快 如果我開渡海小輪 我還用這麼辛苦做事? 你想想, 現在渡海小輪 一程是2.7元 我把他當成2元 一程的載客量就是150人 就是說150人乘以2元就是… 300 如果我比較辛苦 一個小時來回六次 我就可以賺到六成150, 即是… 1800 如果我一天做10個小時 我又賺到萬百元 整個月我賺到幾十萬 你算得很對 但是奶仔, 我想跟你說 道海小輪的船長是出月薪的 所以這艘船賺多少錢 是跟你沒有關係的 是這樣的嗎? 那還是駕駛賽艇好一點 去吧 對, 其實大家認識謝梓倫小姐 Jan也是一個角色, 就是Mandy 對嗎? 對 不知為何拍攝一下 但我們大家都很入圖的角色 我真人, 我不會這樣很害怕 很蛇駭的 大小姐那些 刮你的頭, 接著說你是什麼 人頭豬 你可否示範刮我的頭 你終於可以做一次 你嘗試做大小姐的 人頭豬 是不是很爽快? 還可以 原來平時大小姐做的事 是這麼爽快的 對 未認識你之前 是覺得你是有守舊的樣子 不是說你… 媽咪? 感覺… 好像是古典 古典好像好一點 好一點 手舊好像不太好 但原來她也是有趣的 作為女生, 你的擇咬條件 是怎樣的呢?跟大家說一下 孝順, 能否賺錢是其次的 你能賺錢就行了 對, 我可以養個男生 棒… 對 我最近在守舊 我一直養個男生 你可以養一養嗎? 養一養, 我想問要做什麼 讓你養, 要做什麼 是嗎? 沒有, 乖乖的就行了 不要說那麼多話 出小句話也幫忙 就是幫幫忙, 奶仔… 奶仔, 幫幫忙 好, 有什麼可以幫忙 不要說話 出小句話也幫忙 你覺得以前我們小時候… 你很小, 我大過一點 我發現當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那個人有很多要求 我希望他比較大, 眼睛 我希望他可以聲音溫柔一點 很多外在的要求 但是現在可能我自己三十多歲了 反而很追求一些內在的東西 還有感覺, 還有一些價值觀 就是大家可能剛剛聊 還有真的大家相處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沒了自己 反而我覺得現在是… 如果讓我選一個我自己的抓條件 我會覺得是選一個舒服的另外一半 所以就算我現在有一個節目 野外報出 我也很希望可以跟嘉賓聊天的時候 是舒舒服服的, 好像兩位朋友 真的去… 你是… 來玩賽艇 希望我今天做得到 你做得到 我希望你玩得開心 開心, 謝謝 繼續, 野外報出 你好 現在已經出了大海了 這裡有很多人在玩溫柔滑 這裡就是我平日經常玩溫柔滑的地方 所以每看到有快艇就要小心 因為有機會下面有人在玩溫柔滑 看到奶仔在旁邊 是不是很小的天空 今天我和奶仔都是第一次玩賽艇 教練教完我們之後 其實是讓我們自己去試 我看見奶仔比我想像中 可能膽小一點 可能顧及安全多一點 他好像…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他有點害怕太快 所以他的速度不會太快 三文哥, 他們駕駛怎樣? 兩個都可以的 對, 奶仔有點害怕 所以他一看到浪就縮了 一縮又要重頭開始 因為有些浪反過來或轉彎的時候 我會害怕 是的 看到浪太厲害, 像現在這樣 我忍不住收拾, 像人太保守 我覺得這個賽艇很特別 因為他起步的時候 很有趣, 他頭會這樣彈起來 所以一開始學習的時候 就要處理究竟如何控制船頭 沒錯 三文哥, 他們是否適合現在比賽 好 你有信心我們可以平排? 沒錯 阿Jan就有二級船排 我盡做… 也是一級 好 好, 來吧, 三個排 我三級, 太好了 比賽第一, 有二第二 有二第二 小心 怎麼比賽第一 奶仔, 不適合聽的話 你想不想聽? 不想 剛才我看完你的賽艇,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你不覺得每次你進彎的時候 都很不自然嗎? 不覺得 雖然你現在那架CK86馬力很大 但是船頭很重 斬中彎有很多急彎 你每次進彎都推頭 你永遠拿不到一條最好的路線 除非你克服到這件事 要不然你不能跟我的FC行 你不能跟我的FC行… 奶仔, 千萬不要怯 怯, 怯, 你就輸了九成 是奶力, 儘管出盡你的奶力吧 向前, 起水 好, 起了 保持這四次 一直去吧, 沒收油 好 六旗舉起, 一起步 子倫之聲應聲彈出 熱鬥小奶好像沒喝奶一樣大舵後 買了小奶贏的朋友 看來也可以撕定飛了 他很快 熱鬥小奶仔, 會不會是你太慢了 子倫之聲人拋離你十幾個艇位 摩托尾也看不到, 真可憐 我看到六旗的時候 我踢盡油就已經馬上飛走了 然後我看一看 為什麼他好像沒有踢盡油 他應該是比較普遍了 始終我的船有負重 因為我沒有船牌 一定要有一個合資界教練 就是西文剛在我後面 我才可以操控他的船隻 所以他的船比我們快一定的 但是這些都不是藉口 因為我知道自己輸的原因是… 不夠他的狼 因為他轉彎的時候 他全部都是地板油 基本上是沒有收過油的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大哥, 好好嗎 多踢一點油 油, 大哥 沒錯 太好了 對, 去吧… 快點… 不要縮手, 不要縮手 不要縮手, 踢定… 很大力氣 踢… 追… 你猜大仔會不會追到海了? 有… 有… 去, 五千圈 千圈 對, 五千圈出路 加油… 來… 出發 最後賽前大熱門的子輪之星 直奔終點, 贏了十幾個艇位 熱鬥小奶還在完全韌行韌行 我走了, 慢了 拿著腳, 拿著腳, 拿著腳 好, 厲害 厲害, 厲害 厲害 完了… 我不是輸了嗎? 這次其實不是真的贏了他 我覺得賴仔可以拿出一點勇氣 或者可以去盡一點, 練快一點 不要緊, 輸給Jan 他有船牌, 我輸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贏了他, 他顏面何存呢 所以作為主持人, 也會做, 是不是? 其實我是不是超級慢嗎? 有點慢 不是超級慢, 有點慢, 不是很慢 我讓你感受一下速度, 繞一圈 好啊, 我會喊的 你喜歡吧 好 做的 小奶仔, 是時候繞一圈 看清楚真正的速度和實力吧 相信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尖叫 稍穩了 稍穩 兩隻手不斷抱著座椅, 喊得黏了 我覺得自己快要死了 Simon哥還在笑 沒事的, 坐穩 我不停叫Simon哥 搞什麼?不要… 其實我不是裝模作樣 真的很害怕 來吧 嘉英哥也有唱 要怕, 手兩份驚 拿摩阿里托夫 瘋了 他很快 扶起了 我發聲爛了, 你是不是瘋了 我還沒開船, 要拿著 好像被強姦一樣 一個圈還沒繞到 奶仔停了之後 他跟教練說 他說教練是不是傻的 開得這麼快 他說他好像被人強姦一樣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還沒見過男生 好像他那樣, 比較有一點小膽 我只是笑一下 介紹一下 對 野外步出 以來是好的, 神經病的教練 Simon哥 過癮嗎? 賽艇這件事真的很瘋狂 如果有興趣, 來玩吧 夠了, 我以後不坐賽艇 今天我們這個野外步出 艇王挑戰賽的冠軍得主是 謝梓倫 阿Jan 小弟, 金棒下風 你剛才真的很快 謝謝… 謝謝奶仔今天帶我來玩賽艇 第一次玩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去玩 很開心 先頒獎 來, 先看看 謝謝 其實我剛才也看見你砍彎砍得多久 其實… 是不是這個香港小姐性格 什麼都要贏, 什麼都要爭 好勝 其實我不是好勝的 我覺得我是好學 所以我有很多東西 我也會很想去學 很多時候我們認識很多東西 就算得到很多金錢 但真的有一些東西 不是我們人類能夠控制 有什麼事情是你覺得很無力的? 我覺得尤其是小時候 曾經…以前我養過一隻狗 牠是一隻治來狗 大概養了兩年 因為當時在讀中學 所以除了上學 放學的時間 基本上我會對著這隻狗最多的時間 因為你一回到家 牠會擺了味道, 衝過來, 歡迎你 你會覺得很有愛 就會覺得這隻小狗 就是我最親密的朋友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 看見那隻狗不在家 而且那個工人姐姐又在家 證明不是去了放狗 我就問家人 那隻狗去了哪裡 然後家人說 把那隻狗送給別人 為何牠要這樣做? 因為養了兩年應該相安無事 對 或者是否害怕影響你的學業 你說得沒錯 有家人的道理在這裡 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初衷 原來我自己沒有遺憾 原來一直 我長期把小狗放在我膝蓋上 我一直溫習 一直做功課 一直跟牠玩 加上那時候 小時候我很忙 我學很多東西 所以家人擔心 我不夠時間溫習是正常的 大過看回頭 我都覺得理解的 做父母 當然想自己的兒女 讀書專心一點 但會不會覺得當時小時候 你為什麼好像自己沒有選擇權 會不會影響你之後的人生的價值觀 小時候很想長大 因為有很多事情你無法說 包括原來養一個小寵物 都可以變成這樣 我很想快點長大 很想自己有自己的主持權 我想控制自己的人生 所以長大後 其實我也是非常獨立 其實我也是鼓勵這麼多朋友 可以多聽自己內在的聲音 去選擇自己的路 因為我始終覺得 人生的路上沒有好與不好 最重要是選擇一條 你自己想走的路 希望大家也可以像阿Jan那樣 可以在我們演藝路上 做了一些我們想做的作品 有話事權 我是方少聰, 奶仔 今天很高興再次認識你 我是鄭之琳 謝謝你, 奶仔, 謝謝 自然會笑 奶仔, 問問你 有什麼是不能在船上玩的呢? 女人 不對 不知道 陀螺 為什麼? 爆船陀螺